慈悲爱相连 苦涩行者生命电视台 接下来请收看快乐修行录 尊贵的导师梭巴仁波切 是耶席喇嘛的新传弟子 两位喇嘛在1964年相遇 1971年在尼泊尔建立科盘寺 且一直为了把佛法介绍到西方的心愿而努力 1984年耶席喇嘛原籍了 梭巴仁波切一间独挑起领导互联会的重任 以不忍圣教衰 不忍众生苦的悲愿 使至圆满丧失耶席喇嘛的遗愿 要在印度建造一尊尼勒大佛 促使大乘教法常驻于世 任波切所有的时间都用于修行或教导众生 中年马不停蹄地走访全球各地 推动种种弘法立身的事业 即使在视线变相的时候 任波切仍然不愿放缓脚步 任波切常说 如果我活着的时候 不能对众生有丝毫的利益 那我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了 修行小语篇 如果可以雇一个人 为我们修行佛法的话 不会有任何友情留下来 因为无量诸佛中的任一尊佛 都对一切有情有充分的悲心 会为我们承办一切 因此我们早就能成佛了 根本不必费心修任何一个法 如果你修行 一切诸佛菩萨都会与你同在 环绕着你 支持你 在你死亡的时候 所有圣众都会与你同在 修学佛法的原因有二 其一是调伏自心 并获得自身的成就 另一个原因是利他 深入而广泛地 向他人清晰地阐释佛法 佛法若能学得越多 就越能利益友情 你能给他们更有深度 令人满意地解释 回向的时候先关空 这样回向空性 可以把功德保护起来 往后当沉重的称心升起的时候 才不会被完全摧毁 回向功德有两个要点 可以让功德远远享用不完 第一个要点 第一个要点是 虽然你自己累积的功德很小 但回向的时候 可以回向你及一切诸佛 菩萨 众生三世所累积的功德 以增广回向的功德 及力量 第二个要点 就是要把这么大的功德 回向成就圆满正等正觉 其功德会让你远远享用不尽 直到成佛 没有持戒的人不能了生死 没有持戒 就像残缺的肢体 无法走路 也无法到达所欲之处 不管如何 每天起码念诵一遍菩提道次第诵 非常要紧 这样 每天都会在内心 留下整个成佛之道的印象 每天都更接近 实证整个菩提道次第 也就是 每天都更趋近佛果 同时每天更接近 引导所有众生 脱离一切苦难 带领他们成佛的境地 何以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何以内心一点也没有变化 何以没有任何证悟 我们的心还是老样子 甚至更糟 这是因为没有在菩提道次第中 在菩提道次第的每一步骤上 老实地修行 尽可能地以饶益其他友情之念头 及菩提心的动机 来度过一天当中的其余时间 无论你是为中心或公司 工厂而工作 尽可能地怀着饶益他人之念头 及菩提心的动机去做 这样一来 你的生命毫不浪费 如果你怀着菩提心的动机 而工作 睡觉 做每件事 无论你做什么 全都变成发型 然后 是你有哪些出众的烦恼 就必须在日常生活中 运用相关的技巧和对峙法 如果你的心比较没耐心 或是称心非常容易生气 那么 你必须加修安忍 倘若你年复一年地修持 心中却什么也没发生 那么 你必须检查一下 你是否遗漏了 哪一位你结下法源的上师 而没有医治他 如果你因为不喜欢他 而漏掉了这样的一个人 不去修医治上师 那就是你修持上的错误 也要检查一下 你是否对某位上师 造了什么沉重的恶业 邪见或其他的过失 没有敬业或乏路 如果你做了什么 干扰圣心的事 而没有敬业或乏路 那么就会隐身障碍 无论你修了多少 什么也没发生 修持敬业和积聚功德 并不一定是指修持金刚煞舵 礼拜或献曼答 也不必然是传统的前行法门 当你以强烈的慈悲心 为其他友情工作 并忍受减刑 那是难以置信 极具威力的敬业 如果你依循上师的教导 并尘是上师 这寒瓜了一切 从礼拜到献曼答 到金刚煞舵法门 所有这一切前行 都包括在依循 并圆满上师的教界 成事上师这项行为之中 撒家班智达说 由成事上师 遵循上师的教界 并圆满上师的愿意秒钟 所累积的功德 等同你一千节 修持不失自己的头或肢节 身体给其他友情 并将这些功德 再次布施 就好像你到医院就医 能否得到医师的帮助 取决于你的业 要遇到正确的医生 你需要功德 能否得到本尊的帮助 和这个医生 和这个医生与病人的例子 是一样的 它以业而起作用 你能多迅速 获得注意等等 取决于你的功德 把家和办公室当作修行 这是很棒的修行 很大的挑战 在你到办公室前先思维 我将要去实修佛法 三主要道 六波罗密 办公室是修行密称的地方 把每个人看成本尊 每件事的体性 都散发出大乐 没有任何事是烦人或混乱的 一天中享受的任何一种五官享受 衣服、音乐、美景等等 都思维将它们供养给 新闻中的本师释迦摩尼佛 借由这种方式 不断地供养佛 可累积功德 亦可借此减少 对五官享受的执着 而能以平静的心来受用 上床时 思维自己将修睡眠余且 以便利益一切众生而觉悟成佛 以吉祥卧之躺下 此为佛陀缘吉时所躺末的知识 并回想一切众生的人词和痛苦 怀着对一切众生的慈心入睡 观想释迦摩尼佛在枕头上 你则以他的腿为枕 佛陀发出柔和的光 进入你的身体 前程的意念 佛陀的智慧功德入睡 文书遇事 中赫巴大师离开寺院 隐居起来 专修菩提心 试上师为佛 禅修菩提道 进藏集之 不在这些上面下功夫 即使你修一百年 也悟不了道 光是想要进步 无济于事 必须照下相应的因 其中之一便是累积功德 线曼达涉及在心理上 线上整个宇宙 所有的星球及世界 所有的受用物 特别是自己非常贪吃的对象 这一切都供养给资良天 借由线曼达 在今生即来世 你会具足修行 所需要的一切顺缘 透过观想 在曼达上空 布满你需要的一切东西 然后供养出去 你便照下 获得这一切东西的因 因为线曼达有大果报 应当尽自己能力所及 供养最好的东西 如果你有足够的钱 供应自己生活的舒适品 却用低劣的东西供养 你的供养 感受到解脱的自由 没有修学佛法 没有任何正量的平常人 包括国王和总统 事实上是住在监狱里 家庭责任的监狱 没有独自修行的自由 自我中心的我爱之监狱 嫉妒心和欲望的监狱 称恨性的监狱 像身体 只不过是一些会晤的容器 相信它是洁净的 这是另一种幻想的牢狱 有许多种错误的概念和见解 我们陷于这类牢狱当中 这些牢狱 从无始以来就存在 无始的牢狱 现在你已经执欲了佛法 如果你禅修 尤其是菩提道之地 你能让自己 从这所有牢狱中解脱 外界的人认为 只有犯人知道牢狱 但外面的人 不知道自己陷于 所有其他无始以来 就存在的牢狱 这是根本的苦 使他们深陷苦惧 外在的牢狱 跟那些内在的牢狱 比起来 根本不算什么 你应该将你最主要的心力 用于最能利益众生的事情上 你可以透过禅师菩提道次第 来判断利益为何 没有道次第 就没有办法判断 什么是对众生最有利益的 或为你自己带来迅速的成就 只要能最迅速带来证悟 并为众生带来最大的利益 那就是最有利的法门 并不一定需要闭幕端坐几个小时 如果你做得到 就做能够带来最大利益者 不然就做中等利益者 再不然就做利益最少者 这并不需要太多技巧 善巧有赖之会 这两者之中 一指善有四关键 缺乏这一点 通常连菩提心也不会生气 一切都封锁了 即使你为上师或其他人工作 而漏掉自己的功课 及禅修也无需后悔 因为做这些奇愿文 原是为了其他众生 为了带领他们杂志证悟 但如果是因为你懒惰 那就变成一大损失 不然的话 并无损失可言 无论我们为自己回向什么 同样也回向给一切友情 因为一切友情都跟我们一样 只想获得安乐 不想受苦 通常我们还会回向功德 齐请佛法常注释 如果实现的话 众生的安乐自然就会来 没有实现的话 安乐就不会来 要升起一指心 并使之稳固 应该每日修持 上师相应法 正如充电一般 你必须每天做一些 上师相应的禅修 如果你每天都做 就能维持一指心 使之越来越强烈 那么 对你而言 是上师与佛为不可分的一体 这种清净的一指心 将越来越真实 当你想到上师时 从你这一方 你有它是一切诸佛之见解 当你想到佛陀 那也是一切上师 倘若这种体悟 以及对这种体悟 百分之百的信心 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而且很稳固 那么你就拥有了 一指上师的成就 是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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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华波帐号4213-8483 4213-8483 银行帐号 银行贷号 土地银行 005 账号 012-001-195-679 012-001-195-679 不值不升 放升 超度 阴升卫升胎儿 农历七月 孝勤月 慈悲至夜 高雄分会 中山书方举办 孝亲 报恩 超度法会 礼拜 地藏保产 护生 继 0278-07-282-0278 静邀菩萨参与询习同瞻法医共睦佛恩 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敬请佩戴口罩 佛教中山书方 法会直播 请搜寻脸书 佛教中山书方 佛教慈悲至夜高雄分会 凤山三王宫联合举办 起见孝亲报恩慈悲超见 普师法会 恭请战山法师 战江法师 赞同法师 共同主法 日期9月3日 星期日 时间上午9点半开始 恭送金刚经济佛浅大贡 下午2点 普师甘露法师 地点 凤山三王宫 高雄市凤山区 宝山路248号 洽询电话 07-221-2323 07-221-2323 07-282-0278 07-282-0278 静邀菩萨参与询习 同瞻法医共睦佛恩 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 佛教中山书方 法会直播 请搜寻脸书 佛教中山书方 南摩三摩地 献日光谈成 正法 威德如来 南摩三摩地 献日光谈成 正法 威德如来 南摩三摩地 献日光谈成 正法 威德如来 念诵一遍 能消除七万劫中 一切众生之以获 护持功德书圣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立诸众生 树网无量光佛差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 摩赫波罗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